前美國籃球明星樂文目前在北韓進行訪問 同時美國政府呼籲北韓當局釋放被關押的美國公民裴俊浩 星期二在平壤的一個體育館正在進行籃球訓練 測明前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明星球員為北韓隊進行戰術指導 美國隊由以作風獨特和敢言主稱的樂文率領 樂文並且星期二發表具有爆炸性言論 樂文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CNN採訪時 似乎認為美籍韓銳傳教師裴俊浩被北韓關押是救入自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沙奇對樂文的發言不予置評 但表示美國持續對裴俊浩的健康表達嚴重關注 在星期三美國籃球隊員和北韓籃球隊員為慶祝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生日舉行表演賽 在過去三次訪問北韓期間 樂文曾經與金正恩會面 並且說金正恩是他一生的自由和一個好人 不過今次樂文與金正恩看來並不會見面 曾經五度幫助球隊贏得NBA總冠軍的樂文 因為訪問北韓這個人權紀錄欠佳的國家而被外界野餘 美國職業籃球協會總裁斯特恩 亦對樂文今次訪問北韓提出質疑 但樂文說他的訪問是為了令美國和北韓通過運動進行交流 他自稱只行南球外交 樂文並且認為自己應該為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題目 本集中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